下一套,這套金貴都算是垃圾中的垃圾 嘩,真是我覺得比加斯坦垃圾更垃圾 加斯坦垃圾的垃圾,你聽不明白嗎? 這套垃圾的垃圾,你聽不明白嗎? 是,你聽不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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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有鐵道公安隊 什麼叫公安隊呢? 你在鐵路上執勤而已 嘩,整班好像鐵甲鬼和穿州過散 爬完一輛火車,又去另一輛火車駁下去 而且這些公安隊好像有些中間的主角又不是什麼 他根本只是想駕火車 公安隊之後又整天好像不行,我喜歡駕火車 就是一個鐵道窄 我們這個主角所屬於東京中央鐵道公安室第四警戒巴,全清 我不知道,我看Bicky才知道 他所謂的公安隊其實有很多班 你知道有時候主角走來走去做垃圾的時候 有些人跑來跑去做很多重要的事情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沒有,其實他是巡邏 如果你是以一個東京車站的保安隊 其實大家如果想過就是巡邏,不見事 去做報警 其實你只是一個公安隊 大家記住,公安隊只是負責站內置 你就不是去村舟過山好像一個特警的步驟 即是這套東西,我們劇情不用理他 我們數去幾百次的地方 首先第一套東西,最低能的就是 我們所說的,他們分別是東京站 他們在村舟過山去不同地方執行他們的超級任務 但問題是他們是一個第四警戒班 那正規無隊呢?不知道是誰 是的,永遠那個站好像只有四個一個巡邏 錯,那個站只有巨雨 即是四個在大陸 是的,他們可以不用聽指示 然後其中一個女主角可以拿著槍 經常去砍人 追賊 初一人家的火車就去了東坡三散 你拿槍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套東西很小事 最嚴重的是,他們明知那套火車下一個站 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不是通知共濟師說下一個站 準備截人,他們立即乘搭你的火車 鬥快衝過去 是的,自己衝過去那套就知道 還有一些東西很奇怪 就是炸彈狂徒那裡 其實炸彈狂徒追到另一個省 第二章起身,藍之國和阿可宜 發現另外一個共犯 把炸彈扔到火車站 想著炸彈狂 炸彈狂徒,炸彈狂徒爆炸 然後他們一群人見到火車來過 當然,他們想到一條絕招 射了一條感應帶 用槍射了一條,可以整個車停了 一邊燈,火車會停 他們一群人,當時有很多空隙可以站在那裡 他們哪一邊都不站 只站在馬鐵路路軌中間 射槍,火車在他面前 他就說,神經病 神經病 這個不算神經病 你知道他的神槍法 最厲害的就是 火車在超速不受的時候 怎麼做呢? 找一個人在那裡拉著車就停了 這最厲害的地方 還有一個很白癡的 當時他們說去輕井澤道 就去仇訓 仇訓也不止 仇訓突然說 有一個泥石樓 有些火車經過不到 有其中一個人說 要送貨 因為那些是活體移植 即是器官移植 要送過去 第一件事 器官移植要坐火車 也算了 這些也算了 這些也算了 大家學常識算了 兩個小時一定要送給人 否則那個人會死 這些情況 就算是 是不是應該要叫直升機 為什麼泥石樓 即是直升機 不要 我們要找鐵道 就是找一個一卡車的鐵道 就是一條很久都沒有用過的舊鐵道 是有問題的 還有車也有問題的 不是 那條路下一個 不保證的 通不通啊 不知啊 信不信你啊 也不太好知 其實不是很穩定的 車也有問題 結果好像京天大 過山車一樣 散了 結果經過川州過山 走幾天過站 幾十個彎 差點車翻了 然後到車站 就殺不了一切 那車就無煙了 其實呢 如果到站頭 如果他真的發現 其實他的傷是瘦了的 那四個主角在這裡 其實是否應該要把那個傷 那個月頭有人的 第二月頭是有很多職員在這裡的 他為什麼不是把一個室子扔下去呢 他怕整班人都叫跳車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事啊 會死人的 其實呢 那個傷不是很重要 他們在一輛車上 又頭又關在地上 那輛車是 又左搖又右搖 那些人呢 是跳來跳 維持車的平衡 不要失控之下 那一輛車 翻箱跳來跌去 在扯車尾 軟軟軟軟軟 但那輛車 其實是為了 心臟已經爛了 離心力太厲害了 其實是很奇怪的 你再放在月頭就不用用了 結果那兩個就要抱著在車上跳入月頭 心裡都瘋了 其他優格職員是沒有用的 只有主角的職員是做事的 不是真正做事只有英仔和副男主角 男主角是混淆女的 然後女主角是買巨魚的 全部都是 不知為何有些劇情 那女主角一定是負責男人的臉上 很奇怪 最後有一節說過 其中一個王子又來 原來是女主角 她是一個鐵路迷 一定要坐鐵路 被人追殺 電槍等 不知為何電槍是電不暈警察 電完後警察都會不死身 電運安全 我覺得正常的地方不是人 電運英仔 我算了 他們是超人 電運藍了直人 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他們是廢的 最搞笑的是 最後就是追捕那幾個 射機關槍的賊 然後就是 Aoi Aoi 為何不是直接射那個人 而是射到火車上面的 煙霧彈 然後整個車都沒有煙 射完之後 那其實是否比一個 射的槍手危險很多 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這次的科學是完全錯的 不是 那個人是很容易射的 我不喜歡我向難度挑 只可以射火車 射到那顆的 我告訴你 多準 你很愚蠢 其實已經第二集 噴這個液體 他每一集都挑戰我們人類的智慧劇 是 完全無理 最後一集簡直是無聊 原來只是一個說 那輛火車 那輛車將來推移 那麼 Bellin 壞了 就要叫他的上司 除對絲襪出來 就加了一大堆 那些垃圾Service的劇情 就叫他在這裏 除些絲襪 然後就說 他幫忙 火車的Bellin 其實也是很無聊的 你賣Service 你要賣鐵路窄 那些數據 你可以賣 但一來你硬是 將一大堆的數據 有很多人不明白的數據 可以放上來 之外 那些Service 真的過多地離譜 是已經去到一些 令人討厭的地步 他又說這套東西是賣 我們心裡說這套東西 其實是 Ian說這套是賣火車 鐵道的東西 他告訴你 這套是假的 這套是賣色情的 男生在家裡賣火車 他可以撞到一個空 他完全混在頭 是特地整個火車掉下 而這個情節 是一而再 再而三 在幾集之中出現的 特地明知道 女兒會來 玩火車 特地整個火車 會來 玩火車 然後火車掉下來了 那想怎樣 火車的意思是甚麼 火車的意思是甚麼 大家都應該明白 應該不用說 我覺得 魚淫到過 當然是魚淫到過了 這套東西 簡直是 完全是離譜 離譜之餘 還有科學情節 是完全錯的 所以大家如果 有甚麼科學呢 大哥 正常的 乘火車都叫你不要 我身上頭出車窗 大哥 他完全不犯規 他連屁股都拿出車窗 外面 可以是 車又要去跳 如果前面夠了 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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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頭髮真的麻眉了 可以告訴你 是呀 很奇怪 所以這套東西 算了 大家對自己 對自己的 貨車知識好些 都是放過自己 這套東西不是 或者是看女兒 人家的英正過空越說越大 對呀 越瞄越大 很奇怪 大哥他在撞 這套東西是肉番 對 每個人都撞 真的很搞笑 真的不知為何 我真的看到頭痛下一套 哈哈